大悲咒灵感事迹 持大悲咒后 假抗型高血压和心脏病恢复正常 作者 西安 行文 墨学专修大悲咒一年了 专门总结一下专修大悲咒一年后各方面的改变 1. 假抗型高血压和心脏病恢复正常 墨学亚健康状态很严重 自身感觉依然很重 而且假抗快二十年了 前几年又被医生诊断为 假抗型高血压和假抗型心脏病 这是假抗的并发症 我们接到有个老大夫 就在去年夏天墨学感冒 墨学说顺便量一下血压吧 没想到那个大夫量了两次 眯着眼睛 移了一下 他儿子伸过头问怎么了 大夫说 好像血压移坏了 他儿子说 让我来吧 给我量了两次 跟我说 你的血压太高了 爆表了 量不出来 你去别地再测吧 当时墨学感冒 心跳也很快 就想着不凉了 回家休息一下 明天再说吧 等墨学感冒还没好 想再去开药的时候 人家说 你的病我们看不了 你以后去别的地方看吧 墨学只好回家 这件事墨学记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墨学的血压和心跳 自2020年6月21日以来都保持在正常状态 从那天开始没有再吃降压药和降低心跳的药了 二 梦魇消失 还有就是经常醒的晚上做噩梦 这个毛病真的让我很烦 有时候就连午休的时候都会做噩梦 爱人要是晚上没在家肯定睡不着 现在是倒头就睡 也不害怕了 这是墨学自身的一个改变 三 夫妻关系改善 墨学跟爱人习惯置气 一吵架就想着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现在想起来好像很久都没有吵架了 相反 我们俩日子越过越顺 谁也没有看谁不顺眼了 这一点墨学也是突然之间的一个感悟 之所以能滴滴撞撞的进精进群 跟墨学爱人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他也能给墨学一世无忧的生活 估计墨学现在也是打麻将 逛街等等 但正是这种逆增上缘 墨学才有缘进入佛门 进入精进群 所以墨学应该感谢他 虽然他现在还是一禅题 但是墨学每天都有求菩萨加持家人 信根早熟 佛雅早发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墨学的家庭会在佛菩萨的加持下 能变成一个佛化家庭 这是墨学跟爱人关系的一个改变 还有一个就是婆婆的改变 他以前什么都不信 现在他天天佛号一万以上 天天共修 这不今天周六早上也参加共修了 现在他在中转群 还在考核 七十岁了 他能乘上末班车 整体的高兴 五 其他小事 还有几件事墨学感觉 菩萨就在身边 事无巨细地关心着他的弟子 一 前一个多月吧 墨学有点妇科严正 用药洗了两天有五次吧 都没有见效 相反有更严重的迹象 我就在佛前跟菩萨说明了情况 用大杯水洗了一次 真的只有一次 我就睡觉了 没想到第二天就没事了 真的很灵验 而且没有副作用 二 墨学前两个月想给儿子在对面的小区找房子 其实没抱什么希望 因为房子太难找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跟隔壁念叨了一下 没想到根本没费什么神一次搞定 房东又好说话 找房子的事 但是墨学没跟菩萨说 没想到菩萨就这么给安排好了 三 有次晚上 有着调皮的文字飞进了墨学的耳洞里 就听见嗡嗡地在里面横冲直撞地打转 墨学吓坏了 一咕噜爬起来手指掏逃不着 歪着头盗 盗不出来 拍拍左耳朵 拍拍右耳朵 额头脑门都拍遍了 就是不出来 墨学就把他飞累了再盯上一口 那墨学不就聋了吗 记得抓耳挠腮 对 念大悲咒呀 突然想起来 不行太长了 墨学就念那么观世音菩萨 刚念了第二声 就听见 这只文字好像找到了出路 听到了指令似的 在里面掉了个头 飞出来了 感恩菩萨 墨学就念到了一句 继续睡 这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 非常非常感恩菩萨 感恩群主 感恩静静群 墨学还要感谢西班 所有早起点赞的师兄 不管什么时候报数 都会得到热情及时的点赞 让人感觉非常温暖 越修越有劲 还要感谢金西师兄 墨学上个月功课 从八百降到六百 金西师兄发了个群主的金句 要是精进修 冤亲债主就离你远远的 要是懈怠了 冤亲债主就在你身边 要是不休 冤亲债主就住到家里了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 原话 没有找到 想起来 心里就发怵 从那时起 都是八百 墨学还要感谢妙月师兄 墨学心心念念 一直想要一串群主加持锅的手串 跟妙月师兄说了后 他很快就让墨学圆了这个梦想 墨学现在每天共修的时候 边迟照 边不佛珠 心里非常清静 非常温暖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群主 感恩群主夫人 感恩藤师兄每天的法布师 感恩粉蓝师兄的经读班 让墨学增长了很多善知识 感恩师兄能建立这样一个殊胜的空中道场 让有缘人能够共与佛光 墨学一定紧跟各位师兄的步伐 尽此一抱身 同生极乐国 个人修行简历 墨学2019年8月底 进入普渡群 开始专修大悲咒 2019年最后一天 进入精进群 直2020年8月29日 累计持咒22万 日均605次 从未补课 目标 念佛持咒 往生极乐 本故事 取自新浪博客 守月亮 随喜功德 优优� 随喜功德 而是 lovers